五区公投发展到现在这一步 可以为危机重处 我想过去很多人都想不到的 就是亲中的政党竟然真的 全面撤出今次的立法会的选择工作 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的自愿 就是自从阿爷下了指令之后 他们必须要全面配合 所以我相信香港人和泛民主派 应该就这次事件学晓一个功课 就是以后在策略的制定方面 要想多一步 不单只要想政党组织自己本身的利益 也要想到阿爷本身 他会作出一个怎样的指令呢? 这次五区公投发展到现在 很多人都会估计会不会不赤而胜呢? 老徐认为这种思考方式 也可能有他的盲点 老徐呼吁所有泛民主派 应该实施一个鼠辈的思维方式 什么叫鼠辈的思维方式呢? 就是鼠辈会这样想法 我估计今次并不会发生一个不战而胜的情况 因为一些卡拉苏或者一些希望透过这次事件里 拿出一个传媒曝光的人 可以说是为数不少的 除此之外呢 我相信你们一帮鼠辈政党都会从幕后操纵 当然他们不能够 阿爷的意思 派人员去参选 但是这些卡拉苏的参选人也极可能会获得他们的支持 背后发功 情况很简单 就是等于昔日 李小龙经常都接受到挑战的 有些曾经我们那个年代说 有个山东婆挑战李小龙 一个无名小伯 其实道理在哪里呢? 就是只要能够打得低李小龙的时候 就声名大增了 这种情况有机会在今次的五区公里发生 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些卡拉苏 一些骑尼怪 获得这些亲中政党政治组织的支持之下 如何支持呢? 就是所谓的铁票 所谓的铁票其实很简单 大家都可能很清楚 一些中资机构的员工 他在香港各级议会的投票 都是没有自己可以自由投票的空间 他都是要按照雇主的意思去作出投票 另外当然了 就是一些所谓的亲中组织 在地区里面的笼络 收买的票数 这些都可以为数不少 所以在今次的五区公投里面 极之有可能一些卡拉苏 或者一些骑尼怪 会获得相当大比率的票数 如果老徐没有古贵错的话 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发生 就已经显示出 就是这些鼠辈在背后的操纵 一些所谓不出面 但是出力 所以其实五区公投正如 刚才老徐开始所说的 其实是危机重重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只要有其中一票输了 或者是我们的投票率当中 可以说是叮当码头 五十五十的话 那么中央或者是香港政府 就大条道理就是说 其实这个双普选的时间表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功能组别的存费问题 你看到香港市民 仍然是非常分歧的 所以这里其实老徐想说出的一件事就是说 泛民主派好 或者是过去一些反对五区公投的人 特别是反对五区公投的人 应该看清楚形势 就是如果我们不想任由这些鼠辈 操控我们的选举的话 那即使好像老徐过去一直所强调 无论你有任何一些感性的原因 或者理性的原因 是反对这次的五区公投 但是实情就是说 如果你不出来投票的话 这个赛果其实对香港的政制民主发展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再一次呼吁就是 五区公投发展到这一步 危机重重 我们更加需要 是落力去支持 出来投票